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全球首席财务官委员会近日公布的第三季度调查显示 全球首席财务官对中国经济的展望持更乐观的态度 调查显示全球首席财务官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预期为稳定 而美国经济将适度下滑 首席财务官们对全球经济前景的预期较第二季度有所改善 全球首席财务官委员会将第三季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以及欧元区的评级从适度下滑上调至稳定 美国经济则被认为会连续第二个季度适度下滑 此前有报道指出随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正在恢复至疫情前的状态 中国经济正在强劲反弹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认为 全球首席财务官的这份调查与这些报道相呼应 全球首席财务官式